新北市板橋的護柱街 今天上午7點多呢 發生了嚴重的車禍事故 畫面中這輛銀色的轎車 經過路口時沒有減速 反而加速通過 結果直接撞進了超商的大門 衝進了超商裡頭 那麼裡面的物品呢 被轎車撞到東倒西歪 轎車還卡在了店內好一陣子 附近的居民都受到了驚嚇 而且車禍事故中 還有一名陽性富人遭受波及 他當時呢走在棋樓 只是恰恰經過了超商門口 就被肇事的車輛給迎面撞上了 來聽一下目擊者的最新說法 兩個年輕人在那邊 他跳開了 一個矮一樣 好好在門口正面被他撞下去 他剛剛撞到裡面去 剛剛警察拖出來在那邊搶去 好像 不樂觀 那麼照視的是一名林性駕駛 事故發生後癱軟在地 警方也到場對他初步問訊 他被移送到分局的時候呢 是說自己有癲癇 就上車前已經吃了藥 一次經過該出路段的時候 才會精神不計發生的事故 他沒有酒駕 至於被撞的陽性女子 送醫前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正在醫院急救當中 而照射的銀色照車不久後呢 也就被警方拖離離開的現場 那麼警方也提醒了 精神不佳 恍神上路 危險的嚴重程度呢 不比酒駕還輕 真的不要勉強上路 害人害己